- 喔! - 喔! - 要去幹嘛? - 喔!開神了! - 大家好我是廷哥 - 今天我要來分享ZimFone 8 - 我體驗了兩週的心得 - 而且我不是只有體驗ZimFone 8 - 我還有體驗ZimFone 8 Flags - 老闆你是不是其實老了耳朵不太好 - 聽得好大聲喔 - 你知道這是耳機對不對? - 有線耳機孔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我們要進去片頭之前 - 我還是先講一下 - 因為ZimFone 8可以插3.5耳機孔啊 - 是很方便啦 - 但是一定要好大聲喔 -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喔 - 它的第一個優點我最喜歡的 - 我跟你聽一下它的聲音喔 - 它不會爆音耶 - 老闆 - 你是不是背著我偷賣水冷散沒有告訴我 - 偷賣水冷散 - 你要好好解釋一下 - 喔好 - 各位 - 最大聲喔 - 最大聲 -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 這是我講話聲音 - 它聲音人聲很清脆對不對 - 好跟你講 - 你知道我喜歡追什麼團體嗎? - 團團 - 妳團 - 但我還是先把耳機拿起來 - 因為今天不是以耳機為主 - 重點是喔 - 我要給你聽一個 - 妳要聽什麼嗎? - 這裡 - 妳有沒有看到? - 我剛在播的時候 - 完全沒有爆音 - 妳有發現嗎? - 它這麼一小支 - 完全都沒有爆音 - 我覺得這個音質真的很棒 - 不過我還是要繞回來 - 先繞回來 -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 リンフォン8跟リンフォン8flip - 因為兩週 - 優缺點全部都講 - 分享給大家 - 這個是リンフォン8flip - 可是我這兩週幾乎帶出門 - 都是拿リンフォン8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先講一下 - 它的尺寸5.9吋 - 又輕169克 - 重點是什麼 - 因為很輕 - 單手可以掌握 - 手握感很好 - 所以我拿它出去的機率 - 比拿リンフォン8flip來的高 - 喜歡它那個手感 - 而且我要在你面前 - 我要把這個撕掉 - 你看 - 來 - 妳自己拿來看 - 確實它好處就是它螢幕也比較大 - 我既然那麼喜歡リンフォン8 - 我還是講一下 - 我喜歡它的幾個理由 - 包含它第一個 - 它很輕 - 螢幕5.9吋大小 - 它側邊這個藍色的按鍵 -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棒的設計 - 有時候側邊這個電源鍵 - 人家就會說很多都會把指紋解鎖 - 把它結合到電源鍵上 - 是リンフォン8 - 它是直接螢幕下指紋解鎖 - 而且它螢幕下指紋解鎖 - 非常的快 -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 你拿起來的手握感 - 還有解鎖 - 三手全部都可以掌握 - 覺得這個是非常加分的地方 - 而且它的螢幕是三星的M-OLED面板 - 而且螢幕更新率達到120Hz - 所以你今天在滑網頁 - 甚至於你在打遊戲 - 它的流暢度都來得非常高 - 再來講到後鏡頭 - 後鏡頭 - 那天我其實有拍一個動手玩 - 我跟阿輝拍的 - 下面有人就有留言說 - 它是有雙鏡頭 - 它把望遠鏡頭閹割掉 - 沒有望遠鏡頭 - 但是各位 - 我用它 - 它等於是一顆主鏡頭 - 一顆超廣角鏡頭 - 我反而用這兩顆鏡頭 - 雖然它是三倍的數位變焦 - 但是它三倍數位變焦 - 我覺得不輸再多一顆的望遠鏡頭 - 而且它在錄影跟拍照 - 還有夜拍 - 其實都非常得分 - 尤其是你在日間拍攝的成像的時候 - 完全不用後製 - 你就可以直接上傳到社群軟體 - 這個講完以後 - 我再把我拍的照片跟影片 - 把它放到後面給大家看 - 好不好 - 所以其實我覺得 - 它在這一塊得分度很高 - 所以其實兩顆鏡頭就綽綽有了 - 對 - 我那時候一直也是覺得說 - 望遠鏡頭被誤 - 是不是就弱了 - 弱很多 - 其實沒有 - 因為有時候望遠鏡頭 - 你也不一定會拍到那麼遠的距離 -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 鬆鏡頭 - 這樣不行 - 然後我在拍超廣角的時候 - 其實拍出來的成像的效果也是很好 - 但是有缺點 - 前鏡頭 - 這個前鏡頭 - 它怎麼了 - 它前鏡頭在日間拍照完全沒問題 - 讚 - 可是到夜間或燈光比較不足的情況下 - 拍起來的效果就比較差一點點 - 這裡就為什麼你知道 - 比較差一點的時候 - 會拿Zemone 8 Flip - 因為它前後都是這個三鏡頭 - 所以它前鏡頭拍出來 - 感覺效果是超棒 - 但我覺得AV講Zemone 8 - 它前鏡頭有個好處是 - 它單手拿自拍很方便 - 如果你太大的手機有沒有 - 你單手自拍拿 - 其實有時候會拿不穩 - 知道真的 - 按不到那個按鈕 - 我有時候拿它 - 然後我就這樣自拍 - 你看這樣自拍 - 超輕鬆的 - 而且手很輕 - 不會重 - 不會沉 - 你知道有時候也是手機太大 - 這邊會有痕跡 - 會被壓得很深 - 但它不會 - 這個我覺得很棒 - 而且它還有單手模式 - 比如說我現在進來 - 爬資料有沒有 - 我完全都沒什麼問題 - 我就單手 - 全部單手操作就可以了 - 我覺得在這一塊 - 其實它也是得分的地方 - 就是單手可以掌握 - 還有一部分 - 我覺得也是大家很care - 就是說 - 聽個它是高通S888的5G處理器 - 沒錯 - 它是高通裡面最高規的 - 那到底打遊戲打起來 - 不會太過熱過燙 - 對這個是之前 - 一直大家對它有大的疑問 - 我要老實講 - 燙是不會 - 溫溫的是絕對有 - 這個答案可以吧 - 老實說 - 沒有我們今天這一集就是優缺點 - 就老實講 - 但是說實話 - 會燙到你受不了嗎 - 我是覺得不會 - 因為我常常在打遊戲 - 你可以看到我裡面都放的灌籃高手 - 你就知道我在打遊戲的時候 - 完全都ok的 - 只是說它還有一個 - 也是我覺得蠻棒的 - 就是它的電力很夠 - 它的電力很夠 - 它電力很夠 -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來實測一下 - 因為它是30W的充電 - 我們充半個小時 - 到底它的電力可以升到多少趴 - 第二個是 - 我們連續看YT一個小時 - 看它耗電耗多少趴 - 我們等一下也來實測這兩個給大家看 - 實測完我們再繞回來再講 - 它還有一個也很棒的優點 - 也可以 - 砣 - 看пер - 防 - 硬 - 爆 - 雷 - 不 - 那我問你喔 - 你單手掌握拿它的時 - 都在幹嘛 - 我跟你講 - 我單手掌握 - 第一手拿咖啡 - 然後你就在那邊玩手機 - 對喔 - 很帥吧 - 沒問題 - 單手掌握 然後第二個單手掌握幹嘛 有時候你可能手上你會有背包 拿東西提著 你可以這邊自拍 或是你剛好今天拿這支手機拿起來 你也可以自拍 你看超清楚 也沒問題 我跟你講更厲害的 因為單手掌握表示手機小 換口罩 輕鬆了 放後面也可以 你看 比較小的 你扣進去幾乎看不到 看不到啊 因為很小很輕啊 而且我還最長這兩週 我每天至少要做三次的動作 你知道什麼嗎 是什麼 我告訴你 他剛好在下面 幹嘛 什麼東西 一手抱著Oli 你看我剛剛講 一手抱Oli 我一手還可以看 好我知道這種什麼時候 就是你抱著他 然後打電梯 什麼時候有訊息進來 對 那我就這樣直接看 而且還沒玩喔 可以看到我現在是單手掌握 那我還可以這樣喔 妮妮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裡單手掌握 你看 他不理我 他沒有想跟你 他不想跟我合照 不過你看 單手掌握我也可以這樣拍 也沒問題啊 這很方便 而且他很乖 你看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單手掌握 其實很多情緻你也可以使用 這模式很非常的便利 對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他小的原因在這裡 我給你講一件事情 欸 講到嗎 放這 你知道測他的 喝水 你要喝水是不是很難 沒有啦 因為他IP68 防水防塵 想說就直接來嘛好不好 然後我先講一下 剛好他在下面防水防塵 IP68 我先講一下 ZenFone用戶限定 全通路 如果登錄的話 還在講話 還在水裡面講話 對還在水裡面講話 我們講完 然後與活動業登錄 舊遊的ZenFone手機序號 跟新購買的ZenFone 8的序號 就可以獲得3000的郵政領券 ZenFone 8Play沒有喔 要吧 拿出來吧 拿出來了 會不會那麼久 會不會有會怎樣 甩甩啊 甩甩用 沒問題啦 甩甩甩甩甩 單手掌握 沒問題 發LINE 發給助理 單手掌握 給他讚 有沒有 是沒問題 可以吧 好 那 老樣子 幹嘛你知道 先看一下我拍的照片 跟影片 這樣 可以吧 是不是很可以 可是老闆我覺得 你都講了那些8而已 稍微講一下 你用Bub3的改相 在旁邊 這用Bub3 老實說 他也是蠻多優點的 那我就挑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他的翻轉鏡頭 三鏡頭 三鏡頭 他就多了一個望遠鏡頭 他主鏡頭是6400萬畫素 然後超廣角是1600萬畫素 113度 然後還有什麼 他的那個變焦鏡 是800萬畫素 三倍光學變焦 然後12倍的數位變焦 所以他在拍照 數位變焦上面 絕對會贏Linfoom 8 可是大家不用害怕 因為他的大小是6.67吋 只是說 他是真全螢幕 因為Linfoom 8挖了一個前鏡頭 所以真全螢幕 就是Linfoom 8 Frame 但他的螢幕更新率 走90Hz而已 都是120Hz 只是說你拿這支手機的話 我覺得 拍照 其實他的強度 應該是要大過於螢幕才對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我在裝遊戲的時候 雖然大家說6.67吋打遊戲 爽度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 120Hz螢幕更新率 老實說 在一些玩遊戲的人 會覺得爽度還是比較OK 流暢度會比較好 他們追求流暢度 沒錯沒錯 還有這兩支6.67吋 因為比較大 所以他裡面的電池容量比較高 比Linfoom 8多了1000mAh 所以他的電池是達到了5000mAh 但是他可以擴充MicroSD 2TB 所以這也是他的優點 其他的部分 他也是用三星M-OLED螢幕 然後高通888的5G的處理器 所以都是跟Linfoom 8是差不多的 而且這一支 他也有螢幕下指紋解鎖 Linfoom 8 Play 那這樣 我幫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喜歡一手掌握的 Linfoom 8絕對是值得推薦的 但對於拍照很要求的人 我覺得Linfoom 8 Play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他的翻轉鏡頭 還是非常夯的 尤其是你在前鏡頭翻過來以後 哇 6400萬畫素 無可比你 真的 就是一個噱頭 在朋友間成為一個話題 好 那最後 導演兩支 選一支 我剛剛講完 你會選哪一支 其實我跟你一樣是 喜歡一手掌握的那種手握感 你喜歡一手掌握 所以我選8 你選Zinfoom 8對不對 老實說 我會選Zinfoom 8 可是有一個人選Zinfoom 8 Play 燒字 不是 助理 因為助理很愛拍照 尤其是前鏡頭拍照 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沒有 我知道應該是這樣搭配 男朋友拿Flip 因為男朋友幫女朋友拍 跟手比較小 就拿8 你這個結論非常好 對不對 我去幫你跟華碩請款 華碩 我們剛剛導演不錯 你要不要送他一支 Zinfoom 8 Flip 因為他幫女朋友拍照 我沒有女朋友 OK 華碩不用送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手機還是要體驗 久一點才知道說 它的優點跟缺點在什麼地方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心得 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下次見 掰掰 這樣子 可以 可以 有 有 這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